学历和能力到底哪一个更重要 我是北京语言大学语言教育的硕士 用我的亲身经历来告诉大家 先谈学历再看能力 建议点赞收藏一定要转发给孩子看 有人说一纸文凭有什么用呢 马云高考数学才考一分 比尔盖茨辍学但是还是创立了微软 这两个人确实厉害 但是你要知道全世界有70亿人口 难道你觉得你会是那71分之一吗 我曾经问过身边很多做HR的朋友 我说你们为什么那么看重学历 难道能力就不重要吗 他们告诉我说 能力不是在短时间内能看出来的 而学历一眼就能看出来 学历代表了你从高一到高三的学习能力和抗压能力 不得不承认很多人是有能力的 但是在筛选学历的第一步就被淘汰了 而且在现在这个社会当中 如果你光有学历没有能力的话 那么后期也是会被淘汰解雇的 所以学历只是一块敲能砖 它并不是一个保险箱 所以同学们加油吧 如果你口运没有高效的学习方法 可以关注我 现在每天晚上的7点20 我都会在快手直播间公益直播教学 把我这么多年总结的高效学习方法 全部免费的分享给大家 麻烦大家帮我点一颗小信心 让更多有需要的人看见 谢谢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